各位朋友早安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特别的高兴跟大家分享 就是前前几个礼拜我做摘心 夏恩亚的动作 今天它已经很多分叉都发展起来了 然后现在很多分叉都已经结果 频频的来过 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上次我进行摘心的一个技巧 我摘心的位置是在大概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看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 这颗五花果 然后现在很多地方 它现在也正在结果的一个过程 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果的 这边 然后这里 它的果现在也正在蒙发起来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很多果 OK 这里我们看得到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把 它的 嫩芽的时候 我们摘掉 它也会结果 然后甚至结了很多 OK 我们看到这里 然后那个地方 很多 都是正在结果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它的整颗 然后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 OK 最下面 啊主要的 只有 啊 四个大只的啊 然后往上的 我 给它做个下嫩芽芽动作 现在它编成很多分叉 然后 每个分叉 现在 都 都有结果了 OK 首先是啊 比如说 这个总共有 一二三 五六七八 有八个分叉 然后现在 有七个分叉 都正在结果 我们看这里 很多果 都正在结果 在这里 很多 好 这边也是一样 很多 都正在结果 都正在结果 OK 这里 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到 远远的那个地方 然后 啊 这几个是最明显的 所以 我跟大家分享了 也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做 啊 啊 那个 再新 把嫩芽掐掉之后 它会有更多分叉 然后 果汁也自然也会多了 哈 然后 当它分叉多的时候 我们要 及时 补充 然后满足 它的 营养的需要 让它的果 越来越变大 哈 OK 我们再去观察 其他的 好 这个 像我们看这里 它从那么小的地方 大概40公分高的地方 我已经给它做个啊 啊 再新的动作 让它有更多分叉 啊 出来 好 我们再一起来观察其他的 好 这个我也已经给它做个摘性动作 现在 也很漂亮 然后我们看这里 我们再新完之后 它有 啊 三个分叉 然后 现在它的果 也正在解了 哈 OK 有那么多 有那么多的果 这边 这一组 五六颗 我都已经包起来 哈 然后这边 我 先看一下 这边有些果 我都还没给它包 哈 我现在要 会给它做一个包 包住的动作 像我们看到这里 我已经准备了这个 我现在会给它做个套带 OK 这个套带的动作 好 然后这边 我看 还有一个果 看它已经熟了没有 哦 我们看得到这边 它现在很重 哦 这里 哦 这 这个因为太重了 所以它一直弯 哈 OK 我再来看一下 哦 这个它也快熟了哈 蛮大的 OK 我先给它做一个包 包住的动作 我们看得到 哦 它的 外色 皮是已经浅 啊 这个 浅绿色 浅浅黄色的 啊 这是浅黄色 浅黄色 浅黄色的时候 它已经快熟了 哈 我们再等一两天就可以 可以 来 拿来吃 好 OK 现在它都很多 都正在来果 我在等它大一些 我再来给它做一个套带 好 现在我们再继续看 另外的 几颗 它也正在 平平的来果了 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摘新完之后 现在它的果 这里 有看到它的果在这个地方 OK 很多现在 我们看 看得到这里 很多 豆 正在来果 尖尖的 这里有吐出来的 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果 这里 OK 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没有果 很多 我们摘新完之后 就果子非常多 这里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很 下面 看看有没有 OK 好 现在我会 给它 给它 淘汰 淘汰 很香 很香 很香的味道 好 好我们可能等到下周 下周我们会看到更多它的果 好 好 然后这边呢 这边也有些小的 正在猛发了 OK 这 我已经给它做一个摘新的动作 然后还不到满一个月 大概二十天左右 现在它已经变成那么好看的一个样子 其它也是一样 我们看这里 果一直来 很多这里 好 OK 然后我们看这一组 好 很多分叉 好 所以今天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谓的 啊 这个 在新的 在新后的时间 然后 在新后的过程 它 它这个五花果已经频频的去来果 所以我们 可以 这样给它做一个 来果更多的一个做法 当然我们 在新完之后 它会有变成很多分叉 然后很多分叉的时候 我们会给它更多的营养 让它可以养 OK 好 谢谢各位朋友已经收看我的 视频 今天我只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在下一个视频 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 谢谢大家已经收看了 好 带来